地上冒出大量白烟伴随着水汽 这里是美国黄石公园的蒸汽船间歇泉 过去六个星期喷发了三次 要出现间歇泉必须有热源和地下水 地热让水温升高甚至气化 接着水汽或高温高压的水就从岩石裂缝喷发 蒸汽船间歇泉上次喷发是2014年 水柱最高达91公尺名列世界第一 至于这次连续喷发 科学家还找不出原因 但推测和地热扰动有关 目前没有火山立即喷发的可能 而在黄石公园南方 近1300公里远的亚利桑那州 科科尼诺郡 这里的热则是引发了森林大火 农烟密布 强风助长火势 零火炎烧3500公顷 亚利桑那州中北部进入紧急状态 地方政府撤离约600位居民 并派遣上百位消防队员救灾 美国烧的火热 西欧法国则是一片冰雪 会这么吃惊不是没有原因 法国才刚经历异常炎热的四月天 最高温一度比往年月均温 高出近20度 没想到就在四月30号冷空气南下 法国北部卢昂市就突然降下大雪 其实法国三月才刚熬过创纪录的冰冻天气 这样冷热冷交替的极端气候 让当地居民实在难以适应 大爱新闻留人好兵役 大爱新闻留人好兵役